十口十八的朋友仔 大家好 我是AK 江逆珊 我是七月翻龜的編劇 導演謝加琪 引力 9月14號 七月翻龜上映了 一起來這個美麗新世界 其實在現在的創作環境 鬼故事 是否你要說的東西最好的渠道 它是否我最好的渠道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恐怖片迷 而我一直寫的鬼故小說 恐怖小說 其實都是自己很喜歡 用這個方向去說自己想說的東西 因為我從小到大看的 鬼故我也覺得 它比ETV更有教育嫌疑 因為他們經常叫你 不要亂撿地下的東西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 很普世價值的東西 所以到我有機會拍的時候 我就很想用這個方法 去說自己的故事 AK 你自己對鬼片有甚麼看法 怕不怕 怕 我自己看鬼片是會怕的人 我相信我自己的立場 我也相信鬼神 所以這次拍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都會想 拍鬼片的時候 不知道害怕不害怕 都會想想以前的人拍的時候 是怎樣的 但其實拍攝片場 真的很害怕的 那你平時有沒有看 喜歡進戲院看鬼片的作品 還是避開 我沒有去到戲院看的 因為如果有時間去到戲院看 可能我會選其他片 因為我真的會怕 因為如果去到戲院看 都是兩個情況而已 一是跟那時候的女朋友看 那你在女生面前看 你都會想 裝得自己是很堅強的 所以你盡量不會選那些 那些戲去跟女生看的 但都可以 雖然都可以 我在TG Goyle有推介說 如果想 追男生或追女生的話 拍鬼片也未常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我自己就沒有特別去 這個是我特別喜歡的Sora 那有否有 因為鬼片有一點抗拒 知不知本呢? 我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一看到 這個角色 看到向榮的角色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喜歡向榮這個角色 因為我看到他跟我 以往做的角色都很不同 以往可能我做的關志豪啊 歐陽俊啊 他們想找我做 可能我AK的角色有點相似 但是這次我完全在向榮 我不是很看到AK 因此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你覺得這部戲呢 在你心目中的驚嚇程度是其他? 如果不換分的話 拍的時候 我猜可能是 三、四左右 我知道是 尋重 因為我不知道有 我不知道剪出來是怎樣的 但是去到我 在戲裡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在我以往看過的恐怖片裏面 都尚算是恐怖的級別 因為 他 他的氣氛很沉重 即是他一直都鎖起你一個 他不是有很多jumpshot出來嚇你那些 但是他整件事的味道都很濃 我覺得 你有沒有這一場覺得 即是自己體驗都有點害怕 或者拍的時候 會害怕 紅色走廊 要 離開七樓 逃避 逃避八寧姐姐那裡是有點害怕的 即是因為現場的set up 都set up 很好 加上八寧姐姐的大氣裝 加上很多東西的配合 所以那個位置是最害怕的 我想就著角色問一下 之前導演又說過 你是 就是你幫他澄清是cast出來的 其實你有什麼特質 是看到你覺得在幾十個人 始終是要挑選 是AK是最適合的 首先就是 我們cast的過程是 我們先給了半個劇本 他們先看的 他們自己就會回去做功課了 之後我們就抽取了一些場口 出來跟他cast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種 剛才他也說 他原來他呈現了一種 我們以往是未見過的AK出來的 我們通常會見到他很多話說 很陽光、很熱血 但是他那天來的時候 跟我們聊天 他是有一種很事不關己 他跟我們說他小時候的鬼故事的時候 他好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但是其實那時候 他就是帶著了向那個角色 來跟我們說話的 所以那一次就是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 我覺得他挺有趣 而且他也有很多可塑性 是未被看到的 之後我們就再試他的驚的戲 在驚的戲裡面 我們更加確認到他 他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你自己有去準備這個角色 你去幫助什麼 無論是casting 或者是你做的時候 其實你剛才你說的 完全是非本色演出的 是的 即是另一個角色 那你今次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必要做什麼 去準備 今次準備功夫 除了在拍攝的時候 和導演和監製很多溝通 還有今次我找了一個戲劇老師 Yam Mo C 去幫我 幫我去做這個 acting coach 在我們接拍了向雲 我拿了向雲這個角色之後 其實我和導演 還有監製Manny 是有一齊去上Yam Mo C的課 一齊去上一課 acting cast 去研究向雲這個角色是怎樣 他的童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一齊去做一個人物小轉 然後一齊去 那件事不是只有我和導師 一齊去建構 是和導演他們一齊去建構這個世界 我覺得今次是 這個關係是很好的 因為所有事情 都是大家去談出來 去一齊去建構出來 而不是指令式 你嘗試用這個方法去做 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齊去想 去創作這個過程 我自己是很享受的 請問導演 其實拍攝現場 AV有沒有哪一個表現 令到覺得很驚艷 或者令到你出乎的表現 其實所有 我們在劇本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高呼過的 其實進去之前 我們都已經遇上過無數次 所以我們都有夜晚 我們還去上課 我們有去試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大概知道要帶著什麼進去 當然我們進去設定的時候 他又有更加多的東西 可以帶出來 你說是特別經驗的 不是的 因為所有事情 都是按著我們劇本去做的 有些出乎以料的 他差點撞穿頭 應該是紅色走廊 媽媽要走狀門 逃走的時候 拍那個是 已經不知道拍了多少天 有些人向榮害怕的一些反應和場口 去到拍七樓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在那裡聊 這個應該是整套戲向榮 差不多最高峰 最掙扎 最害怕的其中一個時刻 我說 之前已經拍過一些不同的鏡 我說這次怎麼可以再呈現一個 比以往更加激烈 我說去到那個位置 不能走 要外在一點 要外在 就是要嘗試撞出去的 但是身體動不了 我只有一個頭給你的導演 那試一下 就去了那個 有了那個鏡頭出來 是 有沒有演到歪絲底 我看到有些鏡頭 即是你不斷都是 很害怕 有啊 其實很多時候 例如在電梯裡面的一些 的場口 我都會 其實有些會怕 連鼻體都會留在 那時候我們看到的影片 就說 正啊 正啊 當然要 我們說 當然要用那個鏡頭 反而我們一起看一些都會 我還說會不會 真的很累 會 每一天下班 特別那天要拍很多情緒上落的戲 都會很累 人是身心都累的 那段時間 但也沒有那個 但那個身心都累的那個狀態 又可以幫到下去 繼續做這場戲 因為 之後 之後 完了那個情緒 那一波 其實那個狀態就是這樣 就是繼續拍下去 反而是有時候會好好用 之後那個狀態 放下去 會不會影響你其他狀態 就是情緒 這麼沉 那段時間 都尚算專心 是 主力是完成 七月翻歸 嗯 導演又說過 其實你在 就是 之前放影場的時候 你迫到演員很辛苦 嗯 我想問你怎麼迫 為什麼會令到他們這麼辛苦 我迫到他們很辛苦嗎 我迫到他們很辛苦 不是我會說 這句話 馬上有跟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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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辛苦是在於我們的空間 因為我們 其實整個現在大家看到的屋邨 我們是一個公廈 一個公廈搭建出來的 其實那時候是非常之熱 突然是焗 沒有冷氣 只有把大風扇吹著這麼多人 然後大家又在這麼高壓抑的狀態做 尤其是他們 所以這些是他們在外在上的辛苦 但是其實我們討論一件事 就是我們其實很開心 在一個過程上都很開心 因為很幸運地 因為我又是一個很新的導演 很幸運地就是我遇到很好的團隊 大家都很盡力去相信 現在我們眼前的東西 大家都很在自己的崗位上面 擺盡自己的東西下去 所以我們每次來到現場 都感受到那種熱血和開心 但是那些流汗 大家都很開心 雖然那個場景是很熱 很焗 又有一些失落的問題 但是因為這個是 道具組真的很辛苦地去搭建出來 而且搭建出來的 那個誇張的那個程度 大家都讚嘆 真的很像 其實他們 雖然他們做得很辛苦 但其實我也看到他們做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完完全全把那個公廈 改建成一個愛民村的內景 其實都真的很不簡單 譬如白鱗姐 也是因為所謂的辛苦 其實真的辛苦 因為她的妝容要升級很久 剛才都說了 很熱很焗的地方下 她升級了 她是第一天拍完 她那晚要去急症室 發炎敏感 發炎敏感 然後我也害怕 因為我是這麼新的導演 她是荷里活 然後我也害怕 糟了 明天怎麼辦 但我覺得第二天又沒事 第二天又沒事 非常專業的演員 有很多 看完之後 有些畫或者劇情都不太明明 是否看完 真的不是 我覺得 它是一套需要人思考 和消化的一套電影 我自己看完的時候 在美國 我也有些朋友一起看 他們都會問了很多 剛剛你們說的問題 是否看到鬼 是否幻覺 究竟向完之後的結局是怎樣 我覺得這套戲就是 給了很多空間 大家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發現到一些很多不同 大家看到的一些不同的角度也好 不同的事物也好 然後去最後 最後那一天的時候 得出的一個答案 我覺得每個人的答案都可以不同 這套戲其實可以 某程度上 可以提供一個自由的選擇 即是大家說一個中心的自由的選擇 即是大家是怎樣去摘線 怎樣去選擇 自己覺得是對的東西 然後那件事情 其實可能沒錯 也可能有錯 是依靠你的選擇 最後是怎樣 我們現在聽回來的 就是基本上是 所謂的不明白 但當他再問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明白的 他是不確定的 其實他是懂得到的 但他是不確定的 所以他想知道是否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 已經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很想讓觀眾自己 有一個思考 有一個討論空間 有一個討論空間 我會覺得 其實現在大家想到那樣 或者你在這套戲裡面獲得的東西 那些就是真實的 那些就是最真實的東西 我們亦都想做到 或者我自己很想做的一種恐怖類型 就是有一種這樣在日常面 你突然間可能會很想討論 很想思考裡面的細緻 原來那些恐懼是這麼近在止尺 我們就是想做一種這樣的事 剛才說到白玲姐 這次其實你和白玲姐 不算很多對手戲的 你和白玲姐 亦都有很多好有經驗的戲 以前在泰保哥 等等等等 你和她們合作 你當中學習到什麼 她們真的做了幾十年戲 這次和幾位前輩 白玲姐姐 她說她下場的時候的表現 都真是國際級的水準 她很專心 她有很... 就是她所有事情都會很專注 埋到位的時候 然後她有很多很... 特別的想法 會提供給你這套戲 然後她都不會卵識她的想法 去給出來 然後和泰保哥 和泰保英姐姐的交流就是 其實她們很多時候都不是說 教你或者交流 她們會分享一些她們以前拍攝 或者以前做過的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經驗給你聽 從中在她們身上學到的 反而就是 如何默默在這一行中堅持下去 就是她們都會說 不是每一套戲 一定是你做男主角 或者不是每一套戲 你都是做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你可以做到的 或者有能力控制的 就是如何去做好 你當下的那個角色 其實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我可能一直聽她們說的 這些故事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學 你有沒有想像過現實中的 真的有陰陽眼 現實中的人 有什麼問題? 真的嗎? 如果現實中的人有陰陽眼 如果現實中的我有陰陽眼 那可能我都會叫我媽媽 好像向我小時候那樣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 封一封 封了她好像比較好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做過 現實中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有 那時候在韓國訓練的時候 我已經訓練了 準備回香港了 那時候跟我台灣的隊友 和中國的隊友 和她在一間房間 忽然間睡覺 就感覺到床尾 為什麼有東西在這裡呢? 眼睛就看到我中國的隊友 坐在床尾裡喝水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她呢? 因為她的頸有紋身 我就看到紋身 我就以為她 你喝水就算了 我大天睡醒就問 你昨天這麼怪的 坐在床尾裡喝水 她說沒有啊 我昨天沒有起過身 我說不要玩啊 我昨天明明看到你在床尾裡喝水 她說真的沒有啊 我昨天睡覺 今天早上就起床尾裡吃早餐了 怎麼了? 那沒事了 那我就沒有再繼續追問 因為我其實同步 第二天我就準備回香港了 那我也不會再在那裡住 所以我就沒有再跟進去這件事情 那我再 算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當夢遊 是啊 我當她夢遊 這樣自己舒服一點 這樣自己舒服 所以我可以 所以我可以